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最近机制币圈出了一桩一遍一百的简陋 非常风光和大家讲一讲 因为这几年来币圈一般现在是指虚拟货币圈Crypto了 Crypto的影响显然比机制币圈大得多 那么我们现在只能改名了 叫做机制币圈和股钱圈了 这个故事我是在某网站上看到的 所以信息都是公开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自己验证 币叫做徐世昌人寿同等 是中国机制币的大名誉品 实则是个民国的纪念章 序列号是419-43294 序列号来看应该是PCGS新港本部评级的 样币58分 那么这种尺边的徐世昌 无纪念B版的一共就15枚 因为当时是为了纪念徐世昌总统 任职三年兼67岁生日 馈赠的纪念章 来的宾客一般 也都是北洋时代的政商名人 一般都不会拿出去当一块钱使用了 所以普遍的保存的很好 SP58已经是最低分了 这个币在2022年南京三省拍卖会上 以115万元成交 南京三省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拍卖会 凡是不在北京上海和香港办的拍卖会 都很难吸引到大批的全友来 作为58分的大名誉品 就价格很合理 甚至我认为低了一些 那这个币上一次出现的 则是罗币的形式 在2020年底 山东金诺的秋拍出现的 这是个很小的拍卖公司 它的LOT是63 徐世昌相 民国十年 无币值 尺边无字 优美 因为包疆很厚 那么观赏性比较差 而且是小的拍卖公司的裸币 有几个人会去 又有几个人敢于举拍 结果起拍价不过一万块钱人民币 最终是一万两千四百八十五块人民币落锤了 整件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 买家花了一万两千四百八十五块人民币 从山东买去了 那么去美国新港平级回来 百倍的价格出了 相当励志 也令我账目结舍 那么我想这个东西应该是某人的祖先 参加徐世昌的生日宴会 拿到的纪念章 当时徐世昌总统还请了工匠在现场 宾客直接在纪念商上是刻上名字送给你的 非常礼遇的 那实在是工匠出工太慢了 宴席结束了 还是不能完工的这些人 就拿了这个没有刻名字的 一直放在家里 可能没有很妥善的 一个艳养环境来保养 所以包疆很厚很老 后人也不懂 或者直接送了这个金诺拍卖行 或者是卖给了小壁商 小壁商又送给了金诺 山东因为机制币的收藏风险 远不如北京 江浙广东了 可能当事人也完全没有意识 实现价值应该是送贫后 送大拍卖行 那直接就本公司出了 本地公司的出了 因为拍卖机构本身不知名 加上在山东 了解这场拍卖的人很少 加上人寿同登这个级别的高级军阀 看得懂的人也很少 吃得准 敢干的 最后只有一个人 那么就阴差阳错的一万多成交了 简陋这个事情过去我经常做 但是这种级别的军阀 我即使在场 我可能也放过了 因为尽管是个老包将 如果是个军政府 我敢拿 那徐世昌真的是太高贵了 又是超低价 一万多就没有人跟了 换了我也以为 有很大的疑问 好 今天就和大家讲讲 这个励志的故事 简陋天天有 主要还是看眼力和信息对称程度 那么看来以后内地南京 山东这些小拍卖公司组织的活动 应该多去 去北京 香港收费大多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